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 大家都想我们了吧 这几个月啊 我们老饭家 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四喜临门 是啊 我们老饭家是 总越来越健康 简直就是逆生长 长生不老了 大米粒和赵刚的他们夫妻 被评为社区无好了 钱帅帮和二米粒公司的品牌 越做越想 已经家喻户晓了 小米粒 马上就要被田奔奔那小子给领跑了 打住 你个老东西 你会说话不 谁把谁领跑了 多难听 不是那小米粒不马上就要跟田奔奔去东湖风景去旅游吗 谁家旅游就领跑了 哎不是老外我就不明白了啊 啥事不明白啊 你说那个田奔奔最近就狂热的追咱小米粒 小米粒对他一直挺冷漠 这才突然卡巴一压的就要跟他去旅游了呢 不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那说明啊田奔奔追小米粒啊有成果了啊 咱们小米粒心里头也产生爱情之火了啊哎呀对了 咱们把俩孩子叫出来 叫街坊邻居看看 这俩孩子在一块儿现在是啥效果了啊 你们好爸爸爸爸爸爸哎 范叔 范婶儿啊 这咋还叫范叔范婶儿呢咋不叫爹妈呢 谁媳妇还没娶到手呢 像整个爸妈玩呀 范叔 范婶儿哎 小米粒跟我出去旅游 您二老就放心吧 放心放心 一百个放心的 那行那爸妈我们先走了啊 谢谢 你为您外边打雷了 你俩就空俩爪子就旅游去啊 是 小米粒 我跟你二姐把你吃的用的喝的 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马上你给装起来啊 你看看你这俩姐姐 妈还想个事呢 我有一瓶风油精 那晚上旅游带的老好使来 快快快 妈 这看来还说啥 看来还说啥来的啥呀 装可好 你要哪个小米粒出去旅游 这事你大姐夫知道吗 赵刚哥 那知不知道他也不能有啥意见呢 为啥呢 你看啊 我是物业经理 他是物业副经理 那我俩出去旅游 还用告诉他吗 再说 刚哥对我说的话 那是绝对服从 我只懂 他不敢止息 我说一 他不敢说 二 你点挺大呀 你干啥呢你啊 二十分钟之前 我就让你说 赶快过来 我在大门口等你呢 这都多长时间了 我不等小米粒呢吗 等小米粒呢 等小米粒干啥呀 哎哎哎哎哎 大姐夫 能不能别没事瞎问呢 人家甜笨笨 马上就会成咱家三姑爷 那咋的 带我们家小米粒出去溜溜的 不行啊 什么情况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甜笨笨和小米粒啊 马上就要出去旅游了 我建议咱们全家 每人送一句祝福 欢送他们 行 那我先说 祝你们俩 手玩手兼并兼 共同走向 幸福的明天 还有我 我祝愿你们俩 观赏一路风景 收获一生爱情 那我就祝你们俩 共同踏上恋爱之路 一直走向婚姻殿堂 最好 姐 你们发生什么呀 我跟笨笨没有结婚的计划 照刚刚在 刚在你也说两句啊 我说两句 不计划结婚的恋爱 那就是扯犊子 不是 刚在 我最近耳朵有点不好使 刚才那句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 那个那个范叔 那个 刚哥最近说话有点那个糊涂那嘴 就是前两天 那车库不发水了吗 刚哥帮忙 然后我就受伤了 这就留下后遗症 可能说话就是现在这 瘦不大意了 受啥伤了 严重不 不太严重 那个 你看 范叔 你先帮小米丽收拾行李 我跟刚哥谈点工作 人家谈 对对对 那好那好 没事没事 咋都为你准备好 你过来 我让你干啥你知道吗 你不让我帮你取行李吗 你要不帮我取行李 我自己回来取行李 那我这计划不就全泡汤了吗 我知道 这不一进门就让小米丽给我揪住了吗 他说了 如果这阵不带他去 他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大家 让你也去不了 你过来 咱俩去东湖的事 小米丽知道了 田奔奔是不是你把我出卖了 不是刚哥你啥意思啊 我这么坚强个人能出卖你吗 说几句 上来就跟我软硬监视 威胁我 恐吓我 我都没说 好 最后给我来个美人机 你将计就计了 呸 你还好意思啊 你过来 咱俩去东湖干啥去啊 咱俩是旅游吗 最近连着降暴雨 东湖水位涨起来了 现在都在防汛 人家志愿者都上去了 咱俩也是志愿者 咱俩能不去吗 我知道 小米丽说了 也要为防汛做点贡献 去你了吧 他做什么贡献吗 他会防汛吗 他学过防汛知识吗 他懂什么 他会游泳吗 他会游泳 他会个屁 他就会狗跑 还会游泳 还在岸上练的 把我那草坪都跑了一棵 为这事我还没找他呢 他去 是他救别人 还是别人救他 叔叔 你说你怎么搞的呀你 你说这事也赖我 我一时没盯住你啊 你就犯这样的错误 年轻啊 你真是太年轻啊 我看你是有病 脑子进水你 太不想话 小刚子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我是经理 你是副经理吗 站好啊 挺胸 抬头 手褒 少许 离开 给我上上课了 哎我天哪 我就问你 那你以后想不想当我的妹夫 想 以后你要是跟小米的成了 你是不是我的三妹夫 是 我是大姐夫 大姐夫 咱俩中间可还隔着个二呢 照级别你差我可有一段距离 还跟我来的套 你站好了 挺胸 抬头 收腹 稍息 立正 趴下 滚 滚 起来 你没大没小 你跟你当姐夫 你这样 你想不想跟小米粒成 我想 小米粒在这家里边 最听谁的 最听你的 你不把我搞定了 你能搞定小米粒吗 从现在开始你听我的 听见没 我听你的 一会儿他们出来以后 你就说 你不能去东湖 那为啥呀 你就说你有病了 大姐夫 那我有啥病 你就说你脑子进水了 这理由 很重要 没有问题 那个 刚刚 现在天晴了 赶紧咱们让那个 笨笨跟小米粒 走吧 对对对 范叔啊 我好像跟小米粒去不了了 为啥呢 为啥去不了了 怎么回事啊 我有病 有病 刚才好 怎么说有病就有病了 那你妈 这啥病了 脑子进水了 不是 进多少水呀 进多少不知道 反正得防训了 田笨笨 你啥意思啊 你是不想带我去了 咱们说好的嘛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带我一起去 大姐夫也去不成 说啥呢 你们俩出去搞对象 谈恋爱 带你大姐夫干啥呀 谁跟他搞对象了 不搞对象 你一个大姑娘家家 跟小伙子旅游去啊 旅什么游啊 那是哄你们的 这么回事 他们两个要去当志愿者 去参加防训 防训 小米粒 你别胡说 我胡说什么呀 我跟你们说啊 我大姐夫 申请了两个志愿者名额 要去参加防训 是我非要 缠着甜妹们 带我一块去的 我目的就是想 把他这个名额给占上 让他去不成 不 你这么说是为啥呀 还为啥 前些天不一直下大暴雨吗 地下车库进水了 我大姐夫一直 帮着夜主往外推车 腿都可伤了 伤得可严重了呢 伤啥样啊 妈 你别听她瞎说 没事 谁瞎说了 你敢不敢把你哭腿撩开 给妈看看 给妈看看 刚子 你那个伤不能沾水 容易感染 我不同意你去 对 妈也不同意 我听她了的 有你啥事 一边去 爸 妈 情况是这样的 最近咱这连着下泡雨 东湖水位长起来了 现在都在防训 大批的志愿者都上去了 我跟笨笨 我们俩也是志愿者 别人都上去了 你说这时候我们不上去 合适吗 再说了 一旦要是发了洪水的话 那咱这可就遭了殃了 到时候咱不能躺在床上 等着别人救咱嘛 爸 人哪 得有点担当精神 咱得自抢 说得好 东湖水养育了咱们几代人 多少次大灾大难 我们老范的人 从来就没退缩过 刚子做得对 他这是情怀啊 上 我同意 妈也支持你 妈上那去给你做饭去 大姐夫 我也支持你 我去给你端茶倒水去 好 老公 我也支持你 我给你按摩水背 还有我大姐夫 我也去给你唱歌跳舞 加油鼓劲 对 我的妈呀 到时候我往东湖边上一站 有人给我做饭 有人给我端茶倒水 还有人给我捏背 接着还有人给我表演节目 看啥玩意 你见过哪个志愿者 上去干活的时候 还带着一群助理 爸爸 爸爸 牛牛 快过来牛牛 姑娘 爸有个事得跟你说 本来爸爸答应你啊 说这个礼拜天啊 带你去游乐场的 这回去不成了 下次爸带你去 好不 没关系 爸爸 你参加防训当志愿者 比陪我去儿童乐园更重要 真好呀 对了 爸爸我把这个给你 这啥呀 这啥呀 创可贴 伤口要疼了 你就把它贴上 它是防水的 这样你就不会疼了 好闺女 爸爸她戴上 啊 爸爸 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 嗯 有你这样的爸爸 我骄傲 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妈呀 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基因强大的地方 拉倒你叫水梗 哈哈哈哈 好多 放心家里老的小的 我一定照顾好 嗯 刚才 哎呀咱这物业经理 副经理就上去了 啊我跟你妈顶上 我们俩补上 哎妈就等这些 大姐夫 哎 有我二驴子在 咱人小区的安保 你就交给我吧 嗯 拉倒的 来个坏人 你能收拾住啊 什么话呢 我逮着我踢死他 哈哈哈哈 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全家人 都是志愿者了 对 对 所有的志愿者 出发 好